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防人员从正门进入实习接管 从正门进入这是重点啊 相比之下当时美国是这样非法进入我们的休斯顿领事馆的 这一对比高下力胖啊来把谈谈真正打在公屏上 翘后我们进入也映射了美国的作劫心虚 对此外国网友是这么评论的 这是强盗在作案啊 美国真是丢人啊 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 美国应该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侮辱的 如果你试图侮辱一个强大的对手 他们就会立刻羞辱回来 林老师 这名白人怎么越来越多了 账户局怎么工作的 赶紧安排一下 听说闭馆当天 那可真是people modern people see 人们连上都洋溢着笑容 人群中还不时发出阵阵喝彩 甚至还有人当场高声唱着歌唱祖国 导致当时在现场直播的CNN记者 差点被带跑篇 外国没你一看 我操 中国人怎么这么开心 于是纷纷发文报导 报导是这么写的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这些为官群众纷纷在使馆前停下来自拍和拍照 人情到上挤满的人 甚至还有带上孩子全家出来为官的 当然报导还是有偏见的 你懂的 不过这次在这些外国媒体的镜头下 咱们中国人的划分一改晚日的阴霾 全是愉悦的氛围 比如下面这样的 而德国之声看完中国围观群众的这些反应 直接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推文 内容则是一反常态 1999年中国人是含着泪在美国使馆前抗议 2020年中国人是戴着笑在美国使馆前合影的 朋友们时代真的变了 对此咱们中国网友的评论是这样的 我操这号是不是被黑了 德森这变化差点闪了我的脑腰 形势变了但心没变 现在更知性更从容 所以可以带着笑在美国使馆前合影 天哪我竟然给德森点赞了 朋友们时代真的变了 其实不是时代变了 而是中国变强了 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国 遭受美国攻击的国家不止中国一个 但中国有实力对美国的举动作出反抗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可以的话请给我个三年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关注了解更多暗闲事点关注不明录 拜了拜